嗯 那个人吃了熏豆腐吃了多少斤 18斤 18斤 真的假的 那18斤是吃了一顿吗 哎呦一个人啊 干这熏豆腐干了有多少年了 大概有50年了50年了 玉米 他为什么叫熏豆腐 还准备烤的 有锯末的还烤啊 哎 这里得烤多多长时间 一匹是烤的是不是有没有 刚才放这几块肉是什么肉 猪肉 哦猪肉 哎 不能放鞭肉就吃猪肉 放羊肉不行吗 要是 咱打这个 下面的味 有些不就吃 啊我看还有还有这肥肉啊 肥肉 哎 比一个人啊 哦 怎么卖的这是啊 一块三块 一块钱三块 哎 哦 这钱拉了几盆这是啊 啥盆 这三盆底一百来金啊 哎 啊你五千才赶一次啊 哦 哦 大爷今年高售 86 86了 哎呀 这没打算退休啊 什么东西什么不得有啊 咱俩够多一个 喝酒 二三盆的那这碗还 不叫的你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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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啊 再来 装一边拿一碗辣椒 装一边就装一 不辣不如吃 装一边好 刚才这一碗是多钱的 八一碗 八块钱 哎 来来来人家人家是老坟的 老坟子的 你个人是吧 今天你个女主 过这会儿 过这会儿 过一块一下 上高买了 又费了 哈哈哈哈 我上了一块不一根了 哈哈哈 我买啊 我买差不多了 咱俩买卖的 你别慌啊 你进一张位 进一张的 咱们就跟过了 慢了慢干嘛 哈哈哈 熟进来 我喝酒啊 我做了好酒给你 喝了 我喝了 这个饭 还挺功夫啊 大娘这个酒多像一瓶 两块 两块 几宁周城啊 熏豆腐啊 喝小岛酒啊 配着熏豆腐 哎呀 这小日子啊 特别的美呆呀 哈哈哈 咱们这大叔吃了六盘了 都说食品行业这个利润都是 对少占一半 你这个熏豆腐有一半的利润吗 哦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啊 行你啦我再跟你说 泡上灵魂料汁啊 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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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吃四斤 对 大叔就是对面的 这熏豆腐有多少年历史了 这孔子 这开型 从孔子开始的时候开始兴着了 就去前面了一半 大叔你这喝的是什么酒 米酒 米酒 自己泡的吗 哎对对对 这一瓶要买的话得多钱 这一瓶啊 18 18一瓶 啊 这个度数高吗 不好 好 这个有 有有四十来度吗 52 52的 啊吃着熏豆腐配上小酒 哎呀 这小日子美滋滋的 这是喝了杯豆浇这是 啊 还有个大饼 嗯 这早上饭 加酒三十块钱够了吧 啊 加酒 这一顿饭得三十块钱够了吧 够了这个够不了 又不了 你吃了有多少年了 二十来劲 最多 最多是三份 三份 数多大年纪了 66 啊大叔啊 你这三酒是多下一杯啊 两块 两块下一杯 两块下一杯的酒怎么样味道 那个人吃了熏豆腐吃了多少斤 18斤 18斤 真的假的 没了 省餐队这是我能跟你说在这下午 你和是 这个 一斤 打量 跟脑子弯的进入了 那18斤是吃了一对吗 一对 哎哟 一个人啊 在省餐队的时候 在省餐队的时候 我哪天吃了水 你18斤里吃多少时间 我18年我得吃了半年 你吃半年 这个饼多钱一张 一块 这叫什么饼这是 烧饼 烧饼 这么大一块钱还请实惠的啊 今天还降温了啊 依然阻挡不了这些 吃货们 给我来两块钱的 套上灵魂辣汁 辣椒酱 你的死吧 不好 这些在 邹成啊 是个当地特色 特色啊 小吃 熏豆腐 重点就是这个 灵魂料汁啊 辣椒酱 有点微辣啊 不喜欢吃辣的少放一点 辣酱有点放多了 我这人还吃辣不敢吃多了 稍微微微的站啊 不然还不好吃 这个熏豆是一块钱三块 两块钱六块 别说啊 辣还挺爽的 不过啊 重点吃这个辣酱啊 看有没有食欲啊 你看那个 我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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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雪